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呢我会让大家看一下 这段时间我在做了一些工作 我看现在这边呢很多我已经弄好了高压 然后这一次我选择呢就是使用剥皮的连续高压 因为我们这里这段时间 就是温度已经往下降 所以五花果发展不是很好 所以我选择就是剥皮的五花果高压 然后我们看有一些果在刮在上面 可是因为现在已经是冬天 所以我们这里的五花果就是发展不太好 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到这边很多果都比较丑 然后上面只刮了一些这个芽点而已 椰子都已经掉落很多 我们看像类似的这种高压 我已经全部使用剥皮的 我们看很多我都已经使用了剥皮 我们这里我都做了几天的时间 很多都是使用剥皮的高压 我们看看这里 虽然是刮很多果 虽然是刮很多果 可是现在品质都不好 甜度就不足了 很多都这样子 我看那边我都全部都已经 弄好了这个高压 好 好 我的做法呢 一般 因为这些剥皮呢 我都是 上午 就是会缓合剥皮 然后下午会包 配土 这是我的做法 我们看像这边 很多 我也用 剥皮完毕 好 类似这种 就是剥皮完毕 剩下的部分 就是 现在 这是下午时间 我会 来 把这个培土 包上去 我看 像这边的剥皮的 长度大概 超过一公分一点点而已 现在呢 就是会把这个 培土 包上去 这里 一般我们的这个 五花果 高压这段时间 大概 三个礼拜 到四个礼拜 才长根 因为我们这里的 天气温度 已经往下降 然后在五花果 在冬天的时候 就是 湿蝇的 不是很好 一年中 冬天的 五花果 会 最差 我会这样包 起来 有花圆 痣蝇的 阻力 大家看一下我使用的胚土 这里的试一下胚土 里面我们看这里有椰核的 有椰核 这里 然后很多小小白色的这里 白色的部分就是刀核的 然后稀土 类似这种 稀土 我们有看到稀土 然后刀核叶核是一般 然后稀土一般 加在一起放一些水 粘度会这样子 这样子 因为 这个水分呢 我们要 刚刚放满到它可以维持大概 就是三到四个礼拜的时间 就相当于这个五花果长根的时间 今天呢 我的视频呢 就是先简类跟大家分享一下哈 我的这个薄皮的方式 当然 我这些呢 都已经提前了薄皮 我是上午薄皮 只要今天下午才开始包这个配图 所以现在呢 是下午时间 我正在包这个哈 喜欢的朋友呢 记得给我留赞 留下评论和订阅 关注我的频道 我几乎都已经把我们家的这个五花果的果园 已经全部高压完成 今天下午就会全部把这边的都弄好 谢谢哦